我自己走出街都知道 不少人指手刺鼻地罵我 說我們幫新移民那些事情 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由政民代政府的時候 直到一直開始這麼多年 很多時候政府都將很多社會問題 社會不足的事情 將視線轉移到新移民那裡 其實我都理解到一些香港人憤怒背後 都總有一些他們自己的恩由在那裡 實際上我都明白 近年香港人自己都面對著很大的壓力 住屋的壓力 工作的壓力 經濟收入沒有增長的壓力 在這樣的生活壓力底下 自然產生了很多怨恨在那裡 所以正正是這樣 我們希望政府應該將我們現在 這麼多的盈餘 應該真的投放在這個社會 令到市民有一個安全感 一個安心的感覺